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着他们慢慢的老去 那么无论媒体日新月异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广播一直都是站着一块蛮重要的地位 这个地位也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那么不需要画面 也不用说好像要特别的去用一些标题来吸引人 或是哗众取宠 广播中的陪伴是让很多人觉得说不再寂寞的 但是大家呢就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有想过说 有些人其实是很难享受得到这样子的陪伴的 对他们而言听到广播 已经是非常奢华的心愿了 今天我们生活有够欢的欢乐正能量呢 就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 社会上有一群很安静很寂静的弱势 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可以让爱传进他们的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的来宾是 听觉健康基金会的执行长 管美玲管执行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哦那我们除了跟这个广播的听众们打招呼之外呢 因为我们同时有在YouTube的 我们看到YouTube的这边呢有画面有直播 那我们Live这边呢其实也是有App来直播的 所以呢同步也是有画面的 那我们要不要也用手语来跟大家问个好 好 大家好 哦大家好就是绕一圈大家好 哎大家学起来吗大家好的手语哦 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特别请到执行长来 哎还用手语跟大家问好了 主要就是想要透过今天欢乐正能量 来跟大家聊一聊所谓的听障族群哦 主要是因为这个肺炎疫情开始绵延到现在呢 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每一天都会固定召开记者会 那大家收看直播关心疫情发展之外呢 也会注意到说官员后面都会站着一个手语翻译员 负责来翻译一些重大政策给大家 那么就是可以来了解一下说 这个是为了要服务听损吗 这样子的一些人 对因为中大政策的宣誓的话 听损也有权益要知道 那他们从听觉系统过来的声音呢 可能会有一点困难 那虽然呢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听损的人呢 他们带上竹听器或者是带上人工电子 听可能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是需要手语的 其实我是不会打手语 我来之前才学这个手语 才学这个大家好 跟大家就是来问个好 对那事实上呢 就我们看到说 那这个手语员他们近期 因为我发觉是近几年开始 有这样子的手语员出现 所以呢也是代表着说 我们是越来越关注到这群 听障者的权益了嘛 对不对 对那我其实蛮想要了解说 目前全台的听障人士 大概有多少呢 全台湾的听障人口 大概是12万 12万4千多人 那跟其他障碍类别比 当然是相对是少 因为我们有100多万 身心障碍人口 当然只有10% 10% 只有10% 但是其实10%也算蛮多 有一成左右 对不对 对那这些听障人士 那既然他是10% 那他获得的协助啊 或者是资源 有到达10% 他们获得的协助跟资源 又有多少呢 政府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 其实做得很好 他对那个听障族群 提供很多就医 就学 就业的 福利跟补助 几率来说 出生的时候 是全面的听障筛减 这是免费的 那当能够确定 知道这个孩子 是有听障的问题 那政府还提供 这个助听器 跟长期疗愈的补助 当这个孩子长大了 他就进到一般 学校系统的时候呢 还提供免费的 这个教学的辅具 然后等到他可以 到职场上去就业 在这个职场环境里头 如果沟通或聆听上面 有困难的时候 政府也是提供补助 跟协助 让他克服 让他能顺利工作 这做得很多 也蛮好的 其实政府已经帮助很多 那是不是其实 在疫情期间 好像刚刚我在这个 进节目的这个 现场的录音间之前 有跟我们执行长聊 好像在疫情期间 其实听障 是更加没有办法 辨识他人沟通的情况 对不对 是不是跟口罩 有点关系 对 这个是我们这个 毕业的学生呢 他们现在 他现在在 高中上课 其实他是一个 语言发展很好 然后口语表达 很好的人 我们都觉得 他听力都没有问题 可是这波疫情 他就过目反应了 戴上口罩 他觉得听得不清楚 听得不清楚 对 那事实上呢 听力损失的人 他们戴上了助听器 他们仍然还是要 靠视觉线所来 帮他们理解 他所听到的声音 所以他就说 他听不清楚 那这时候我们就告 我们就希望 跟他说话的人 速度可以慢一点 慢一点 然后戴一点手势 然后协助他了解 嗯 所以那变成是戴上口罩 那变成是大家 没办法看到他的表情 对对对对 对没办法看到表情 然后那变成是你用手势 可是 是不是有些人 其实也是可以用 读唇语的方式 因为戴上口罩就没得读了 对没得读了嘛 所以变成是说 戴口罩反而对于 很多听障而言 是更加增加了 跟他人沟通的困难 对 了解了解 所以那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助 现在在疫情期间 这些听障人士呢 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 你跟他沟通的时候 如果你也戴了口罩 你是戴着口罩的话 你讲话的速度 就慢一点 慢一点 其实他们是听得到 他们是听得到 只是因为不清楚 那所以呢 你讲话速度太快 很多声音都连在一起了 他就更不清楚了 所以你讲话慢一点 然后带一点手势 那这些手势呢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提纲窃定 他很快就能抓到主题 然后猜出你在讲什么 所以像欢欢这样讲话 就是有点太快了 应该要放慢 但是欢欢手势很多 可以协助了解 可以协助了解就对了 然后我们也发觉说 其实在前阵子 我有了解这个 基金会 然后发觉说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 就是他们只要是 及早发现到 听障的问题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 及早治疗的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好像 其实出生前 我们的基金会 就会希望大家 能够去做一些 像听力筛检啊 这样子的部分 台湾在2012年就开始全面实施听力筛检 就是你出生了 就自动会帮你做听力筛检 那我们的筛检率呢 高达98% 那即使呢 有这个没有通过的 那也会很快的 就会为他去做确诊的工作 那我们希望呢 及早发现呢 在六个月 最晚在六个月之前 他就可以开始 他的早期疗愈的工作 这对他后来的 不管是心智的发展 语言的发展 情绪的发展 都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的发展 所以其实有 比较可能有听障的小孩 他们在语言发展上面来讲 可能讲话的时间 会比别人晚吗 可不可以从这里当作 去了解说 他有没有听力障碍的一个部分 过去是这样 因为过去没有 心胜儿听力筛检 很多父母呢 大家都说大击慢题 就是没关系 好像也都有听到 可是都是到达 他发现 他跟正常孩子讲话不太一样 语言发展比较迟缓的时候 才惊觉到说 可能有听力问题 再去检查 那现在我们从被动变主动 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发现 有没有听力的问题 及早的去帮忙 去介入 然后这些孩子的发展 后续的发展 才会跟正常孩子相反 但是我们大概 小孩子大概是几岁 开始学讲话 是比较正常的 会太小就开始 逼迫他们要讲话 会不会很多家长会认为说 怎么到现在 还没有开始讲话 有没有问题这样子 对 这个是在过去的观念 就是觉得说 他很慢开始讲话 如果他听力正常 大家就是很自然的在等 他自然就会发展出来 但是听力不正常了 那家长就会觉得 要用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 让他帮助这个孩子 快速的把语言发展出来 所以在我们过去 在我们是1965年前 那是首语 这之后呢 就开始进入口语 那进入口语呢 有三个阶段 是三种观念 第一个阶段就强调口语 就是你只要会说话 只要说会说话呢 所有的迎认而来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 所以非常强调说话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帮助你开口说话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的观念 跟做法 第二个阶段呢 是强调听觉 就是说 你要把话说好 那绝对听觉潜能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就强调听 那再强调听呢 就是我不给 我不给你其他视觉选手 你就是注意听 你才有办法听清楚 当你听清楚 你话自然就会很好 发展得很好 这是在过去 直觉的观念 是这样做 可是呢 有太多的研究 告诉我们 这两种观念 都不全然是正确的 那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听神孩子 在这个情况 在这样子的观念发展下 他也不能够得到 非常好的这个能力 那么所以呢 现在的观念是 对于听神的孩子 我们要发展的是 他学习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大脑科学 知识我们才 我们后来知道 其实语言 不是教出来的 语言是经验出来的 语言不过是一个 不管是口语或手语 它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对 那所以孩子在出生 他有听力的问题 带上助听器 他所有的互动学习 都应该跟正常孩子 流程是一样 而不是把那语言抽出来 我强调你跟着我说 强迫他 还不懂就要学会说 那所以呢 语言的发展是在 这个孩子实际生活经验 的人事物的过程中 他理解了 他就大脑自然就会学会 从耳朵进来的 这一连串的声音的意义 那就会形成语言 那所以现在的观点 就不是在于 这个 听觉 强调听觉 还是强调说话 而是强调大脑潜能的开发 大脑潜能开发 对 了解 今天我们有聊到说 就是能够正常说话的小孩 或者是有正常听力的小孩 难道他的能力 就跟一般的小孩 是不一样的吗 就用有正常听力的小孩 会不会其实 他的语言发展来讲 也不见得会好 那同样的 有听损的小孩 是不是其实他的 就算他的 讲话讲得很顺 他还是有可能会是 有听这样的小孩 对 其实正常 正常听力的小孩 他也有发音不清楚 他也有口语发展 落后平均值 那对于听力 听力损失的孩子 他有语言表现超过正常 然后呢 所以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 他有听力损失 就是推估 他一定会有语言 发展上的困难 那所有的 所有的重点 都是在你早期介入的时候 你是给这个孩子 什么样子的方式 给家长什么样子的观念 让这个孩子 在发展的过程中 他是全面被照顾 而不是仅仅只有语言 那这个是很重要 这就是早期疗愈的重要 也是大脑 学习的机制 告诉我们 孩子学习应该是这样 那我也有听说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 听障的小孩 因为他的听力 还没有完全丧失 所以他从小 其实就可以戴上 例如像是助听器 这类的东西 那是不是他们 一戴上助听器 听清楚了 其实对于他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 就是OK的了呢 对直觉上 大家都觉得 就像戴眼镜一样 我戴上去看清楚 你剩下的学习 就自己来了 对 戴上助听器 好像也应该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呢 不管是助听器 或者现在的科技 人工电子 他们在处理声音的上面 都不如我们正常耳朵 这么完美 他们再怎么 再怎么精进 都是有他不完美的部分 对 但是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大脑 他是 他是有超级的可塑性 那所以这些助听器的 不完美 在处理声音上的不完美 大脑是可以弥补的 那只要你用对的方法 那这些问题 都是可以解决 所以现在不再讲 开发听觉潜能 是开发大脑潜能 是开发大脑 不是开发你听觉的 这些耳朵的东西 而是开发你的脑子 当你大脑被发展的好了 那你的听觉能力 就会被提升 所以其实事实上 我们去协助这些听觉的 可能听觉上面 有障碍的小孩 是透过训练 他们的大脑来进行 了解了解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要实质 去帮助这些听障者的话 是不是其实还是需要一些 比较专业的训练 那么不只是 可能要去训练这些 听障者 刚刚讲到听障小孩 对他们大脑进行训练 当然这部分要非常专业 可是呢 就连要教学这些 可能有听损的孩子们的老师 也需要专业的教学 所以那这两部分 一个是针对于 有听损的孩子们 或者是有听损的听障者 那另一部分则是针对于 帮助他们的老师师资部分 我们是怎么去培育 跟怎么样进行的呢 像台湾呢 台湾有那个特教系跟听语系 这些都是服务听损 听损族群的最基本的专业人员 但是这样子的专业知识 其实是不够应付一个 一个放在你手上的baby 你要影响他一生 你要建构他内在的能力 这些知识是不够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服务这些听损孩子呢 我们需要跨领域的知识 我们需要非常多的 然后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基金会强调 学习是要整个大脑都要动员 我们这边有网友直接 Frola讲说 有没有照片可以分享 来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照片 就是基金会怎么样去帮助训练 训练包括训练的听障者 给他们进行教学 以及教学这一些 教学听障者的人 其实我觉得这两边的 师资培育来讲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个就是我们去 这是来 这个是我们老师带小朋友 到社区里头 好给大家看一下 到社区里头 到社区里头去情境教学 因为我们所有的学习 如果只有在教室里头 他不会在他生活环境里头 应用出来也是枉然 所以我们的教学会有一部分 到时候呢 我们就会带他到社区 实际上用出来 哦原来如此 也谢谢刚刚年小小 哇特别就是对我们执行长 送了告白气球 以及就是送了宝箱 可能就是要鼓励我们 就是谢谢我们帮听障者 进行服务哦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 帮助听障的小孩 这是婴幼儿 这些婴幼儿呢 我们是在帮他上音乐课 这些小孩非常非常的喜欢 很多人直觉说耳朵不好 话都讲不好了 怎么能听音乐呢 可以的 哦他们是非常掌握节奏 然后身体就跟着动 然后就开心了 这是天生的 天生 其实光光以前在 还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曾经有认识一个 我记得是住在云林 还是嘉义那边的 有一个 也是从小就是听着 听不清楚 可是他非常非常喜欢跳舞 对 然后他听不到 他只能带出听器 可是助听障 会延迟对不对 对 可是对 声音的部分 可能会失真 可是节奏的部分 对 他掌握节奏 他就是抓节奏 所以后来他就开始 随着节奏 一二三四 那个节奏点在跳舞 哇跳起来好漂亮哦 好漂亮 他后来去学打鼓 打鼓也是节奏嘛 对 对 所以其实 事实上他们是可以 透过节奏 听音乐可能没办法 这么清楚听到 我们听到的旋律 但是他可以 就是随着节奏而去 有他自己对于艺术上 对于音乐上的 欣赏跟表现 对 对 其实有一个研究 就告诉我们 不管是人或是动物 你只要能够踩在 那个节奏上的拍点 你只要能够跟着节奏拍 那个拍点运动作的话 他就是能够 能够是能够模仿声音的 所以像鹦鹉 他其实你放音乐的时候 他会跟着音乐动 他是可以模仿声音的 我们人 小孩子 其实这是天生的 你有音乐在旁边 他自然而然就跟着动 开始摆动啊 摇动自己的身体 所以他们人就是 天生就会学模仿说话 所以其实我们 这也是算是 帮助听损者的一个 教学跟训练这样子 就是从很自然的身体步动中 去建立他内在的能力 因为这个元素跟 音乐的元素跟语言的元素 很接近 所以呢 他之后的语言模仿 发展就会很好 了解了解 好的 哇 这里好多小朋友 这是我们办一些活动 小朋友可以 可以 乖乖的坐在那边 然后听老师的指令 然后去跟着指令 去做一些事情 哇 真的是 但是他们其实听力 看到他们耳朵上面 都有带着这个小小 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看 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小孩的耳朵上面 都有带着小小 他们应该是助听器 对不对 对 有的是助听器 有的是人工电子耳 人工电子耳 对 了解了解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去 帮忙训练一些 就是教学听障者的老师 有 就是 我们 来我们基金会老师 不管你是特教系毕业的 或是听语系毕业的 那就算你有这些学友专长 你进来都要被我们培训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里头 我们要让这个老师 有跨领域的知识 幼儿的发展 心理的发展 认知语言的发展 还有跟大脑的关系 对 那你知道每个阶段 大老师主要的运作 是什么样子的模式 你就知道对这样子孩子 你应该提供 什么样子的服务 我们这边有看到 有网友薛润讲说 其实多学手语 这个很好 还有讲到张师大 张师大是不是其实 也是有这方面的训练 跟培育的这方面的人才 张师大是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有名在培养 特殊教育的老师上面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 那在之前有 张师大有很多的 是我们的前辈的老师呢 他在听诚领域 像林宝贵老师呢 他在听诚领域 有非常大的贡献 他应该是在台湾早期 还在手语进到口语阶段的时候 他们都有付出很大的贡献 所以其实张师大还蛮多 这领域的人才就对了 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就是代表说 我们同时也有针对于 包括像是听障者的协助 还有就是包括教学 听障者的协助 我们基金会 其实都有在进行 跟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好哦 那在这专业方面 我们其实会培育相关的师资 那在帮助这些 听障人士的过程中 那无论是这些 基金会的人 或者是帮助听障者的 这些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 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感觉特别感动 暖心的故事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 因为母亲姐快到了 对于一个家里 有听障儿的这个家庭来讲 母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影响这孩子的 学习成果 我们在高雄的教学中心 有一个小朋友叫凯凯 凯凯 对他们家其实是住云林 哦住云林 对那他出生的时候 就有听力损失的问题 那妈妈就想要带到 我们台中的教学中心 上课 结果台中教学中心 额满了 额满了那怎么办 结果呢 他就决定到高雄的教学中心 那他从云林开到高雄 往返一天 就是四个小时 哇 可是妈妈就决定 就是要带着 带着凯凯 那时候九个月就来到 我们的高雄中心 那凯凯的外婆 外婆 就心疼女儿了 开两个小时的车 旁边还要照顾一个baby 然后他就 他也上 他也一起加入这个团队 然后帮助 帮助他的外孙 然后他们就三个 一起到高雄来 非常认真的 非常认真的一个家庭 结果这个孩子呢 发展得很好 然后很多人都不相信 他有听力损失 对啊 有时候真的很看不出来 其实我讲说也是听障 会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对 那讲也讲得也很好 那后来妈妈就很放心 怀第二胎 怀第二胎的时候 我们高雄中心 不管是社工老师 就会开始注意了 然后想要去了解 第二胎在新生儿筛检 的情况如何 就像他新生儿筛检 没有过 没有过 那我们就一直在追踪说 没有过 那你们现在怎么样呢 那他那个 妈妈跟外婆说 医生说再等等 再等等 那就一直没有动作 到了六个月 怎么还没有了 因为六个月已经是需要 赶快早期介入了一个 一个时间点 他还是不带来 然后就其实会散夺我们 散夺社工的关心 散夺老师的关心 后来我们社工就到一些平台上去看 就发现 他们在平台上说 有些家庭 他的孩子是一岁多就自然讲话了 像这样子的讯息 他就自然而然就觉得认可了 然后他自己也到庙里去问 然后说神说 神佛说以后就会讲话了 所以他们就不这么积极 但是我们知道的 会很紧张 很紧张 因为就是不想要错过他的最好的学习时间 黄金的学习跟治疗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 去协助他 然后不断的去开导他 最后还是来了 九个月来了 然后到我们的厅力检查室 一坐 这孩子厅力极重度 对声音都没有反应 外婆在厅力检查室就崩溃了 就哭了 对啊 这个真的一定会非常难过 真的非常难过 连续两个 那当然会影响 也会造成他们经济上的压力 对 他们的学习 虽然政府有补助 但他的助听器啊 这些的费用都不算低 后来我们就去帮他 媒合了助听器 然后解决他助听器的困难 然后呢 现在呢就是 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小孩 每周都带着孩子来上课 那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 我们想要支持 我们想要支持一个听障家庭 是需要 是需要非常专业的方式 然后 让家长 觉得是被支持 被同理的情况下 他才愿意来 如果一直说 你怎么还不来 你这样子会影响小孩 你这不对的 不可以的 你要听我的 像这些的沟通方式 可能家长都更难过 然后我们要想要知道说 他为什么逃避 对 对 到底为什么逃避 你就是有 大概了解一下 说这样子 逃避的家长 心里是在想什么吗 因为第二胎也是 对 所以他们其实 会害怕 会害怕 那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们 在之前 那个 要还孕之前 医生有跟他 做了更多的说明的时候 他可能会 去 谨慎一下 或者心里有个准备 因为他 他觉得 运气不会那么差吧 就两胎都是 就有他事 但是他刚开始逃避的时候 我们绝对要同理 绝对不能用这个 鄙视他 或者觉得你这样做 是一个不尽责的父母 因为很多父母 已经会自责了 会自责 那他们也很害怕 然后 其实 他们怕面对现实 对 因为觉得 怎么我两个小孩都这样 如果我是妈妈 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遗传上面 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很多爸妈会这样觉得 但其实应该不是吧 这个 机会就很大 因为他两个都是 只有一个的话 就不一定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去问神佛 神佛说一岁多以后 就会 会和Hackle讲话 这样的讯息 对他来讲 是给他很大的支持 所以他就要等一岁多 其实我们过去 碰到很多的家长 所以比较严重的是 到六岁 他才终于知道 不行了 我就是要来带他学习 那这些呢 就是 就是这些家长 需要很多的支持 然后就是要在旁边 一直陪伴他 然后 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观念 就要现在 我们网友薛人讲说 父母亲的感觉 都要重现 然后他讲说 就您这是专家 他就是非常佩服你 王继续 对 然后我们Long Live上面 有网友Flora讲说 虽然政府有些补助 但是家庭部分 是不是会有很多开销 例如买租听器 不管是租听器 或人工电子 其实它是一个 这个很贵的产品 像租听器 它也很容易坏 现在一支租听器 三万到五万 两支就是六万到十万 就我常常讲说 你买租听器 大概就是买一辆摩托车 然后呢 人工电子的是一百万 所以将近一百万的轿车 那这些买了以后 不代表他不坏 那人工电子的维修零件是很贵的 那租听器也一样 租听器使用 政府大概就是两三年会补助一次 但是政府的补助金额是没有这么多 你自己还要贴一点 那所以呢 像这些的开销 你看像刚才那凯凯的家里 两个 真的开销就会很大了 然后那个地底他是极重度听力损失 当他带上助听器发展不够好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去开人工电子 那现在人工电子 政府是有补助的 以前两年前政府没有补助的 没有那个健保给付的时候 你知道开一个人工电子 一百万 一百万啊 哇 对 那政府的补助是有限的 现在是有那个健保给付 这也是多年来争取的结果 真的是多年来争取 还好是争取到 所以越来越来 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听障者的权益 真的是越来越重视了 对 对没错 听完这段节目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也真的是很感恩啦 因为小时候欢欢 就是一直觉得说 自己能够听得到很多的音乐 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现在呢 还可以就是借由这样听得见 然后带着耳机 就可以跟我们广播线上啊 直播线上的好朋友们一起聊天 我觉得能够把一些美好的事物 透过声音啊 传达给大家听见 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要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线上来同欢呢 欢欢也希望听众朋友 可以打电话进来 02-2501-5515 02-2501-5515 不管你对基金会 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问执行长的 又或者想要分享 你跟听障朋友互动的经验 还是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们基金会说 像是加油打气啊 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02-2501-5515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 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 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 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和婷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 11点07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 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 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 让人生得意 失敬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 关心您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未知让人恐惧 错误的讯息 让人不安 中广新闻网 是您最佳的陪伴 中广新闻网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我是欢欢和庭欢 一起让生活有够欢 欢迎回到生活有够欢的节目现场 我是欢欢和庭欢 我们同时也在YouTube中广新闻网 跟直播平台LongLive的APP 来进行直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直播 那么生活有够欢节目除了有欢欢 跟大家分享欢乐 分享正能量之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或是留言在直播页面 今天我们现场还请到一位来宾 是听觉健康基金会的执行长 管美领馆执行长 如果大家对于基金会有什么问题 想问执行长 或是想要分享一些 您跟听障朋友互动的经验 又或者有话 想要对我们基金会说的话 都欢迎打电话进来 那等电话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说 其实基金会好像 对于未来这些听障弱势族群 也有一些计划 目前最缺乏 最需要外界帮忙的地方是什么呢 基金会成立的 二十几年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 台湾的听障长期疗愈极为缺乏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投入了 听障长期疗愈 但是经过二十几年来 不管是政令 或者是大家对听障的认识 都有长足的进步 以及资源都有了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发展到成熟了 因此我们未来想要 针对那些应该要做 而被忽略的 听觉维护健康的工作 我们觉得是应该要推动的 譬如说 譬如说我们已经迈入老年化的社会 这些老人其实 年长者 年长者呢 其实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的听力是有问题的 对 但是他们戴上注定又觉得吵 然后就最后就是不戴 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然后就限缩了 他的人际互动 对啊 我过世的外婆就是这样 我外婆其实会有点听不太大 但他又不太喜欢带注定器 对 然后到最后就 最后老化的就更快 那事实上呢 这是需要专业的协助的 对于 对于影法长者来讲的话 这一块我们台湾都还没有做 那我们基金会准备要投入 这样子的人力 去帮助这些 其实他还有很好的活动力 然后让他 让他怎么样去跟他的注定器共生 然后学习跟人家沟通互动的技巧 然后让他的自己的生活品质再次被提升 这是我们现在 准备要去做的 去推行的 那我们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呢 需要外界什么样的帮忙 或是给予什么样的鼓励 对 其实对于那个社会福利工作来讲 我们资金永远都是需要的 那从过去我们基金会推动 三期疗愈到现在全零服务呢 我们每一个个案在我们这里服务 我们服务他一年 所要付出的成本是14万 一位就是14万 但我们获得的回馈只有2万 可是可以持续的这样做下去 都是因为社会大众的支持 真的很感动 因为大家都真的一直很帮助我们 对 那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300多个家庭 300多个家庭都是接受我们基金会的协助 对 那其实呢 如果说就是有人想要提供帮忙 因为联络基金的话 怎么样来找到你们比较方便呢 你可以打电话 我们台北的电话是28201825 或者你上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官网非常好记 HH1314 1314一生一世 对 .org.tw 就可以看到捐款的讯息 跟我们基金会相关活动的讯息 嗯 了解了解 我们这边有网友提问说 请问有正常听力的人 我们谢谢Direct庄的提问 有正常听力的人常戴耳机听音乐 会不会损害听觉呢 基本上是 看你戴多大声 是在文献上说 都是会损害的 都是会损害的 对 你的声音开得太大声 是会影响你的内耳的毛细胞 可是呢 他影响你的听力是渐进性的 在你不知不觉中 他去影响你 你的声音渐渐开大声 你也不觉得什么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影响你的听力 所以听力是可能会渐渐的丧失的 就对了 对 他丧失是一点点一部分 你只是刚开始觉得 你讲话 对方讲话不清楚 其实是 他已经没有办法 把人家的话听清楚了 了解了解 好 我们节目剩下20秒的时间 也谢谢网友 就是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现场请到的是 听觉健康基金会的执行长 管美领馆执行长 也感谢大家 今天加入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是欢欢和婷欢 稍要请您持续锁定 中网新网的午餐新闻 拜拜 拜拜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 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 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和婷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